TVBS來到夏威夷 但您直擊環太軍演的最新動態 而我們今天首度登上的 就是美軍的胡風級兩棲攻擊艦 登上了運載陸戰淵征部隊的兩棲作戰利器 艾薩克斯號從外觀看就很壯觀 長度257公尺 寬度31.8公尺 滿載排水量4.1萬公噸 接著一踏進軍艦 就是存放登陸艇的船屋空間超大 因為環太還在海港階段 暫時沒存放 但放眼望去的亮光 閘門一拉下 海水就能灌進來 方便陸戰隊出擊 但現階段的船呼 美國陸軍暫時進駐 搭設帳篷要驗證野戰意願 雖然艾薩克斯號本來就有6間手術室 17張ICU床位 跨軍中合作很重要 跨國交流更不用說 日本初音號組員登舰 向美方情義 雖然自家號稱是準航艦 綜合性能仍有待加強 環太史上規模最大 也驗證各方整合 美方也談到環太軍演目標 環太軍演為期五個星期 各國媒體赴夏威夷直擊 也第一手掌握魅軍訓練動態 TVBS新聞